大家好,我是Den 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 想要先给大家解释一件事情 昨天上传了牛津斯服务们的受访内容后 我看到有一些人留言说 为什么没有做有关低烧爆料 明尼锦卡组的内容 当然很多人是很有礼貌的问 好奇为什么我没有做 或者是敲碗西王座这个主题 但还是按往常一样 又出现了假中立带风向 有留言说我挑只对黑不有利的留言 又有留言说我只报道对你有利的留言 大家可以去确认一下 首先低烧爆料明尼锦卡组的日期是 7月23号 7月23号当天我已经做完了低烧爆料总整理 询问巫婆一件夺走成员们 明尼锦全面反驳低烧爆料的影片 这是影片的原始档案 创建日期都是7月23号星期二下午5点7点 有做影片的人应该知道 这创建日期是无法改的 那都做完了为什么没有上传呢 因为在剪辑完影片之前 报道只是说 耳朵门尼锦方全面反驳低烧的报道 结果在快剪辑完影片的下午6点3分 耳朵官方发表了一个很长的立场问 如果只想流量的话 做好的11多分钟的影片就马上上传了 但是因为之前不是有很多人说过 敏翰访的争议别只急着发影片 先等两边的立场都整理好再发吗 因为当天有些事情 已经很难继续整理拍片剪辑 而且按以往的惯例 还不妨应该还会拿出什么 就决定看看情况再追加上传 所以答案也没有删 然后第二天 突然女性死父母们接受了采访 我自己就判断 父母们应该不会接受第二次采访 所以就先发了父母们收访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想过为了哪一边发影片 但是昨天看了评论区后 发现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有卡通内容 导致在看父母们受访内容时会受到影响 对于我判断疏忽的部分 真的表示歉意 然后今天 地上再次爆料了米尼锦的卡通内容 以及有媒体报道了米尼锦起诉5位 HYBE的高层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这些内容 最后 因为每次有关这个争议 不管是对哪一边有利的报道 都会被说站队带风向 内心真的很委屈 所以从今天开始 在法院判定之前 或者是有真的真相之前 以后就不做房云敏的争议了 希望大家能谅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23号低射报道的重点内容 2021年3月27号 N队的出道评价 索斯米级所属的7名练习生 站在镜头前 任务取目是Attention Mingi Hani Tanya Hedin 还有两位练习生 进行了出道组的选拔竞争 索斯米级从2018年开始准备了新女团 该计划名称是N队 目标是2021年第三季度出道 而Mingi 于2019年参与了N队 担任创意总监 负责视觉呈现和概念设计 索斯米级则负责管理业务 包括歌曲和舞蹈培训 N队在三年前就展现了Attention的特色 完全有资格拥有 Hedin 第一个女团的称号 然而N队的出道 却被无限期推迟 庞星儿未能实现的梦想 苏森级想要实现的目标 Hedin 苏森级希望通过Mingi 来重塑女团格局 事实上 在N队协议体成立时 苏森级的代表苏森级 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根据2020年5月19号编写的RNR 音乐由Panxio负责 品牌由Mingi负责 表演由苏森级负责 经济业务也是由苏森级负责 而角色者是苏森级 Mingi最初是以品牌推广领导的身份参与 负责向苏森级提出 N队的名称 视觉效果和概念等品牌方向的建议 然而协商过程并不顺利 Mingi要求了更多的权利 他希望负责从品牌推广到音乐 乃至表演的所有范畴 苏森级尽可能地满足了Mingi的要求 实际上 在2021年3月4号 Panxio退出了音乐领导角色 Mingi将自己定义为 必须按照自己计划形式才会安心的人 Panxio和苏森级没有阻碍他的意愿 接受了他4次以上的RNR调整要求 重新回到2021年3月的出道评价 Mingi已经在为Attention做准备了 Sosmigi在培训他们歌曲舞蹈和语言等技能 只要品牌提案所准备完成 就可以加速出道进程 问题在于品牌资料仅存在于敏敏进的脑海中 尽管他声称自己已经有了全面的计划 但Sosmigi却始终没有收到 用于向市场介绍Mingi的最终资料 我要把Sosmigi的所有员工都换掉才行 我再准备这件事 全都不合我意 我应该让这个项目完全由我的厂牌主导 但这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必须宣传这个项目 连音乐也是由我主导的 不知道那些人是否会让步 我正在准备一切 计划在5到6月内结束 楚曾经先生会退到后面 姐姐就能做珍珠 但他会退让吗 他可是个非常贪心的人 女团项目的最后一步是品牌塑造 这是Mingi的领域 然而由于Sosmigi不知道的原因 这个过程被延迟了 Mingi知道 楚曾经可以单独完成这项工作 实际上Sosmigi方面向D社解释说 品牌塑造是选择的问题 当然Mingi是计划A 但是如果A不可行 就可以转向计划B 问题在于 Mingi给我们带来了无望的期待 2021年3月17号 Mingi给N对线一体发了一封邮件 内容是 关于出道专辑 由于我有一些事先收集和测换的内容 因此需要协商A&R的参与程度 我们团队下周休假 之后再安排实践 然后到了3月31号 Sosmigi方给MingiCBO方发送了工作讯息 我们的会议大约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呢 我向敏代表确认一下 然后再告诉您可以吗 4月5号再次发送的讯息 敏代表说下周左右再安排时间 无论如何 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出道评价 我会在下周安排好行程后再告诉您的 然后又经过了6天 以下是4月12号的对话内容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收到有关会议日程的回复呢 卒曾经先生提到的资料也会一起看吗 可能很难立即安排会议 我们会在下周内安排会议行程 4月19号 卒曾经已经等了一个多月 明天见你 关于20年团队的出道概念 宣传计划等 4月中能不能收到呢 听说会议日程 最好是与习英先生见面后再决定 好的 整理后再提供给您比较合适 不过听说习英你们在休假 所以应该会在下周见面 上周本来打算见面的 但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没见成 习英你们是否参加会议 会影响到习英年团队的工作范围吗 整理我的厂牌是优先 应该要根据那个情况 然后再整理缩死的21团队的资源分配 不是吗 说死21团队的人力成本问题 也应该根据这个情况进行整理 在人力成本未整理好的情况下 实际投入工作也会有些不妥 说死民警在4月整个期间 都在询问会议日程 而米妮警在那段时间 重复了4次下周 挑大神费用大约是1500万韩元 正好在我领到奖金之前呢 哈哈 希望婆婆们能让我奖金顺利到手吧 五 希望在女团专案中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 不受捧心的干扰 并且不会受到损失 希望五月发表的我的厂牌 能得到好的反响 我会仔细的处理好 确保一切顺利实现 米妮警的2020年春天非常忙碌 在N队等待品牌资料的期间 她与巫婆不断投论 她在3到4月间 仅在祭祀和祈祷上的花费 就接近4000万韩元 今天突然收到俗聪剑的联络 说彭希尔要退出女团项目了 4月的能力大爆发 姐的能力也变强了 不管怎么说 彭希尔是你的功劳 突然就这么整理好了 像梦一样 是不是你改变了彭希尔的心意 猪怎么突然就退出了 是因为不想跟我争吵吗 计划进行的很顺利 不过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里进行 感觉可以接受其他投资 非得要用房的钱 让苏瑟尝到甜头 一定要用房的钱 看到公司觉得很可惜 要像公司合并一样 在3年内拿到它 嗯 我想要 女团以我的厂牌名字来进行 并且要打印俗层紧 我的厂牌会和谁合作呢 是和金丁丁社长合作 然后吃下旁香的公司吗 在3年内会完成所有事情 首先七月就辞职 不过前提是 我会以品牌顾问的身份留下来 然后我会在外面创立我的厂牌 就说投资与否随你们自己决定 然后给SourceN团队提供服务 Behit 30% Cacao 30% 我的股份 这样安排你怎么看 姐的钱不能投入 我的钱进去了才会成为我的 你拿出的作品就是你的股份 Source美景从2018年到2020年 招募了10名练习生 当时目标是2020年 第三季度出道 然而计划没有按预期进行 是N队协议体拖了后腿 Source美景的初期目标是 N队在2020年第三季度出道 S队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道 然而到2020年6月为止 N队协议体仍仅在进行RM调整 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显示 优先顺序是N队 然后是S队 与米尼锦的协调是关键 如果N队的出道推迟到2022年第一季度 则也需要考虑S队优先出道的可能性 2022年6月9号 庞金文俗生金 米尼锦聚在一起 庞金文当前表示 S队有可能成为HIP的第一个女团 米尼锦当场回应 是耍流氓吗 但她与巫婆制定了不同的策略 我想把女团带到我的厂牌来 既然有了Sakura队 感觉有了些名分 能不能一开始就以我的团体来开始 他们先说要推出Sakura队 你可以利用这点 让他们先推出Sakura队 然后现在的女团由我来处理 试试看把N队带过来的惊人方案 庞参景会发作的KK 那么我们要做几人组呢 要不要去掉叮叮叮定定为6人 叮叮叮感觉不太适合 可能会中途放弃 6个人很好 如果我去掉叮叮叮 庞参景可能会把叮叮叮放到Sakura组合里 你怎么看 会的 庞参景会提供各种帮助的 真的是很愚蠢的家伙 KK 传送照片 去掉她行吗 完全赞成 传送照片 真的是个笨蛋 眼睛里有第二个灵魂 她是不是被鬼附身了 完全是 眼下变黑 精神完全快要崩溃了 确定淘汰 确定 达尼尔怎么样 达尼尔的内心看不出来 会知道问题吗 因为他进去美国时会有帮助 哈 OK 傻瓜们应该会听我话吧 你不会有爬到我头上的人吧 叮叮去掉 加入叮叮叮 7人怎么样 还是连叮叮叮也不要 就6人 叮叮叮 6人不太好 OK 是神经病吧 嗯 超严重 叮叮不要5人 还是加入叮叮6人 6人 最终6位练习生转移到 而对D社的报道 迷尼警方反驳 该内容是虚假事实 我们将对把私人的讯息 拼凑在一起 提供来源的 嗨部进行法律行动 女精神成员及家长们 对无授权 陷漏 练习生 影片等个人肖像的 嗨部 表示抗议 然后今天 D社又公开了 迷尼警的卡通记录 首先是迷尼警和乌婆的聊天记录 好像大家都认为 X是我的女神一样 事实上是X模仿了 我的品味和风格 我想澄清这一点 其实是X在跟随我 我希望X能够接受这一点 这段时间 X假装叮叮了很多 X应该要那样表达才对的 对吧 你马上知道 但他是那种怕被抢走的人 他能做到吗 即使是疯子 我也会进入他的身体 如果他怪异的话 会不会不被接受 他是精神病患者 X有点虚荣 我要让这小不点良心宣言 把糕点放在冷冻室里 然后分给大家吃吧 吃了这个孩子们会有改善吗 有什么帮助呢 会很清醒的 是按头发形状做的 要喂吃的人太多了 太好了 那些老板来家里时 我就让他们吃 Kim Tung Su Park Ji Won D社表示 米尼锦透过记者会 被誉为与巨大集团对抗的女战士 但事实上 却是忽视女性员工的人 2024年3月 海部内部发生了一起骚扰事件 一名女员工B 指控了一位高管A 正在考虑找一个 能够提供法律建议的人 接受吧 接受后处理掉 我要求进行三方对治 但RW规定不允许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 真荒谬 非常抱歉 让您担心了 我会妥善处理 不 给那个女的一个真正的教训 好不容易培养她 给了她一个机会 真是的 不就是让我心情不好的罪吗 我会把危机变成机会 以后不会再对女员工说 一起吃饭的话了 不知道哪个女人会是疯女人 所以有女人在场时 别说这些话 好的好的 真想掉那些女性主义者 工作做得一团糟 这种事倒是很努力 他们真的会受到天谴的 总是想让别人倒霉 却从不反思自己的错误 如果他们能好好工作就算了 搭起精神来 这真是间疯狂的事 我为你感到不值 这真是疯狂的事 我再怎么想 也没有做过让您担心的事 我对我的家人和孩子 也从不觉得羞愧 是不是应该反过来 以诬告罪告她 在A你说绝对不是之前 我已经相信你了 但确实不记得 那就有可能发生过 我只是说过 比起两个男人 一起见面要好 但我没说过 年轻女人这个表达 比也一定有不满吧 她多么想再有做工作啊 对不起 这次又要让 明尼锦小姐来收拾善后了 我保证不会再闯祸了 我现在也在犹豫 是否应该举报 李丹丹给RW 即使他说没有嫌疑 他质疑我的语气 是否公正 把这段放在尾幕 然后再给我看看 已经根据您的要求 重新编辑并封送给您 基本上最主要的问题是 B的工作能力 尤其是在报告和沟通方面 不够清晰 在这里加速或加下话 已经完成 好 发送吧 死丫头 好好受到教训吧 走吧 谢谢 B不是精神病吗 他到底是精神病还是什么 B要是告你的话 那也就反告他诬告罪 他没有证据 到头来他自己麻烦了 即使有话说出来 他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 自找麻烦 结果B某离开了公司 而高管A 只是收到了警告处理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才讨厌和女人一起工作 他们工作能力差 总是抱怨 既麻烦又累 没有责任感 都是些牵奏的孩子们 如果有工作能力好的人 就会像男人一样 虽然我是女人 但我真的讨厌女人 女人们轻浮 只喜欢聊天 对工作不管不顾 他们就算想像我这样工作 也绝对做不到 但还是会嫉妒这些臭女人 只喜欢在咖啡馆里聊天 丹是几岁 哇 还这么年轻 但看起来像狗大神 真的是个大神 丹丹在那边 护着疯子一样的大神 我想除掉她可以吧 什么理由 太多太不尽了 对我来说 单独叫出来明确的谈一谈 真是个疯女人 她本来就有点无理 对这种人不应该征求意见 就应该命令她 应该给她一些教训 只是给她点难看 十八叫她做 她就要做啊 臭女人就是要这样处理她 应该好好教训她一次 如果懒得应付 就不要见面 以后再找她麻烦 等有时间了再找她麻烦 我会根据上次 您对C做的技巧 来处理这件事 换个话题 有个丁丁的女性主义者 我也很讨厌她 我讨厌女性主义者 为什么这些疯女人 总是按男人对立 都很讨厌 就是啊 他们扣着抄袭我的东西赚钱 还自以为很了不起 像SM这种的 真是太多这种人了 突然想到 为什么这个行业 让我感到失望 要支持那些没头脑 只想成为人气 一人的孩子 真是可怕 哈哈哈哈 需要我的企划 又想要人气 真是什么都想要 真的觉得你很了不起 都快累死了 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 忍受恶心的感觉 努力工作 我可能是因为 自满与自己的成就 才这样工作的 对 是你喜欢的事情 感觉非常厌恶 像是在为别人 做好事一样 感觉是在浪费资源 养活那些不成熟的孩子们 他们懂什么呢 看着镜子只会跳舞 真是让人失望 这也算是工作 我现在真的在大声笑 然后是对彭希尔的发言 看着那些 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自称匪辞 真让人无语 我自满于自己的工作能力 这不算什么 但他们连这点都做不到吗 因为我轻松做到了 所以我觉得自己很聪明 大家连简单的事情 都做得一团造 既没有感觉 也没有品味 而我觉得这些事很容易 然而看到喜耀先生 总是自以为 做了了不起的事 像个笨蛋 像个小学生一样 啊 我真想看到彭希尔狗子啊 在彭坛孙兰的回来之前 一年内解决 多厂排美国病 凭他IT业务的幻想 如果注定要失败 那就失败吧 让本来成功的事情 变得不成功 是非常困难的 但轻轻推动 那些勉强维持的东西 这是不用非力 就能做到的事情 只要聪明的行动 我们让他们难受 然后我们获得自由 这就是我在耳朵的计划 迪摄接着表示 米尼锦在记者会上说的 大家能记得 三年前的卡通吗 叉叉狗胖的 这不是三年前 而是三个月前 影片传送 哇 叉叉狗胖的18哈 这些家伙们 真是的 减减肥吧 迪摄最后表示 米尼锦提出的 反驳资料很频繁 他需要正确的 回答很多问题 迪斯佩奇还有 更多问题要问 这篇文章中 提到的卡卡通对话 是从海埔提交给 外部机关的 审计报告中获得的 目前米尼锦 已侵犯个人信息 民运回损等前因 对海埔五位高层提告了 对此 海埔也表示 会以诬告最对应 和开头提到的一样 这个争议 不管筛选什么留言 部分与自己想法不合的人 就说 我只拿对谁好的留言 所以 在这个争议 有法律判断之前 留言就不整理了 然后 如果有需要追加 或漏调的内容 请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再次整理的 所以 对于滴摄公开的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只能看过 怎么办 关注 哦 你